安达木河位于蜜云东北部 由河北的成德县、卵平县、兴隆县三条沟河 在蜜云的曹家路村附近汇合而形成 然后流到蜜云的泰石屯镇汇入潮河 再从潮河流入蜜云水库 安达木河一般情况下常年有水 但是水量不大 2022年也出现过下游断流的情况 越靠近河北水量会大一些 水也会更清澈一些 北京区域内钓鱼的少 主汛期七下八上期间 水量会比较大 水比较浑浊 河水到下游反而会清澈很多 有些河段会有一定的危险 一旦下雨或者是刚下完雨 哪怕是出了太阳 沿线的景区都有可能关闭 这种关闭都是临时性的通知 您去游玩的话 在主汛期内一旦下雨或者下完雨 需要提前考虑景区很有可能关闭 比如沿线的仙居谷 人间花海 雾林西风 云秀谷 瑶桥古堡 东西仙谷等景区都可能接到临时的通知关闭 当然在其他时间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顺路去这些景点看一看 除了人间花海 我都有详细的攻略 共年参考 想看瑶桥水库的话 您自驾车导航 瑶桥域水库管理处 可以把车停在门口 只有这里有停车位 能关上水库 雾林西风主要是玩高山滑水 是属于短时刺激 就是价格不便宜 人间花海景区有300亩的花田 有一座很大的露天沙滩泳池 以及水上乐园 硬件条件在这周边来讲是最好的 毕竟是收费的 单买门票的话不便宜 网上有套票88会便宜一些 安达木河的河道管理比较严格 以下的村子附近可以玩水 但是不能露营 比如杀鱼口村前 您导航密云太师屯镇社会福利中心 门口有停车场 旁边就是安达木河 水不深玩玩水没问题 成年人在钓鱼 在横城子村 您导航北京仙客服务员民宿饭庄 到了以后您车就停路边 路边有条小路通往河边 这里平时水不多 有些小鱼小虾 汛漆的时候水还挺干净的 在夏两河村 从路边小道过去 河水也很清澈 也不深 在小口村 您导航全国正邪 安达木山庄 河边有座桥 桥这里可以玩水 旁边有座亭子 可以休息不晒 亭子后面有卫生间 还算挺方便的 这附近的河边 您也可以走一走 只是这里离村太近了 不让烧烤 另外在安达木河上 有些环境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比如 澳赵河村 道边到下河北村 西山嘴村附近的大桥下 转明山村附近的大桥下 这些我都会每个单独出一期攻略 过了蔡家殿村会出进行检查站 虽然不是真正出了北京地界 但意味着回程需要过进行检查站 大概排队十多分钟 由于本次拍摄的视频素材丢失了 所以我只能用以前的素材来替代 不过不影响工业 如果您想继续走安达木河的沿线 或者想去东极仙谷景区 可以导航京都陈西 在曹家路村 安达木河就开始拆分了 一条水路是沿松桃路 过了北岭去鸾平县的老挖乡 安达木河的起源之一 另一条水路水量较大 是去东极仙谷景区 走外251乡路 沿路都是河水 汛漆水还挺大的 有些地方还挺危险的 这是中石油度假村的门口 门口下去就是河道 平时没有这么大的水 继续前进 过了东极仙谷景区大门和花园村 再向前开一小段 就到了京都陈西 可以路边找地方停车 这里有专门的停车场 收费是每小时六元 这里是北京与河北的交接处 也叫四线交接处 是河北的鸾平县 承德县 兴隆县 与北京密运四线交接处 从京都上来说 是北京的最东边 号称这里能看到北京第一缕阳光 这里也是东极仙谷景区 黑谷关的入口 东极仙谷景区 我会专门出一期攻略 从这里水道就变成了两条 左边这条河叫乱水河 属于河北 沿路过桥是去承德县 乱水河村 安达木河发源地之二 乱水河村 据说村子五月初 樱花很好看 右边这条河 是安达木河发源地之三 水源来自武陵山 沿公路直行上去 是去河北的兴隆县 不知道叫什么村子 因为两大导航的名字都不同 路边水如果不是汛气的话 应该还不错 上面有个停车场 可以把车停在上面 在这里附近玩水 这边属于河北 基本看不到什么工作人员 这是河北兴隆县 一个紧爱着北京的小村庄 我跑村里溜达一圈 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 很多房子都荒废了 到这里安达木河就结束了 从北三花马店到这里 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最后风险提示 户外有风险 本视频只是提供信息情况 成年人自行判断 未成年人请依照监护人的要求 保护环境 带走垃圾 注意防火 不去水深处 雨天远离河道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 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准备